空姐脱下43码的高跟鞋 然后静止地将其放进了乘客的咖啡杯里搅拌 然后她又一脸从容地将咖啡端到乘客面前 可不成想 女人似乎早有察觉 只见她手臂一挥 故意将咖啡打翻在地 滚烫地开水 顿时将小美的手臂啄伤了一大片 小美虽然知道对方是故意的 但她却也只能忍气吞噬 因为女人是泰国的王妃 近日她刚刚和王子离婚 所以王妃的心情很是不好 可奇怪的是 王妃刚刚登记 便指明道性地要小美服务自己 当王妃看到小美手上佩戴的戒指时 顿时变了脸色 随后她呵斥小美 让她将戒指摘下来给自己看看 可王妃接过戒指后二话没说 便气愤地将戒指踩在了黄金妾儿膝下 不过王妃显然还没完够 她开始继续刁难小美 说要吃小美的那份工作餐 没有办法的小美 只好前去厨房准备 可她从王妃的食谱上了解到 王妃对海鲜过敏 为了质疑着肖长保护的王妃 本就心怀怨气的小美 直接将大侠挑了出去 然后将战友过大侠的半面 端给了王妃 王妃原本吃得津津有味 可没过多久 她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小美假轻假意地端来温水 但欧突不止的王妃 赶忙起身走向了卫生间 这时小美赫然发现 王妃的桌子上竟然放着几张 自己和王子亲密的正片 此时小美才知道 王妃已经发现了她和王子的秘密 想到这里小美慌了 于是她脸盲收拾好照片准备离开 站在了她的身边 切成瞪着童红的眼珠 各狠狠地盯着她 小美心里发絮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很快飞机就到达了目的地 小美也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到了第二天 小美却从新闻中 获知了王妃因过敏去世的消息 王妃的遗体需要搭乘飞机回国 记长劝说小美继续随行 在省至加薪的大饼公事下 小美答应了 结果飞机刚起飞没多久 就遇到了强烈的气流 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中 机舱内王妃的遗体 竟随之掉到了地上 并且随着机身的倾斜 快速地朝着小美滑了过了 小美见证 赶忙解开了身上的安全带 迅速躲到了一旁的角落里 不久之后飞机躯于平稳 小美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 想把王妃的遗体搀扶起来 可下一秒 小美被吓得连连后退 她连忙给机长打电话 将这恐怖的怪事告知给了机长 但机长觉得一定是她看花了眼 于是便草草地安慰了小美两句 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随后没有办法的小美 只能再次装着担子 将王妃的遗体重新固定在了椅子上 待一切安顿好后 一身疲惫的小美 这才安心地坐在椅子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恐怖的是 当她再次醒来时 却赫然发现 王妃的遗体不知何时 竟然躺在了自己的怀里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小美突然被惊醒 原来刚刚的一切 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小美和了口水压惊 却听到了机舱里 传来诡异的声音 她走过去查看王妃的遗体 却发现遗体竟然消失不见了 然而更加可怕的是 地上竟然还留下了一条过世部 这不正是王妃的过世部吗 小美慌忙起了八脸 想让自己冷静一下 结果此时 飞机再次发生了剧烈电波 小美想回到座位上 但门已经打不开了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咳嗽声 小美缓缓地转头看去 一个黑影和人出现在她的身后 小美疯狂开门 黑影也渐渐逼近 危急时刻 小美推开门逃了出去 但黑影也紧追不舍 一路尾随她追了出来 小美定睛一看 对方正是化成鬼魂的王妃 惊慌之下 小美连忙抄起消防府 疯狂地撒下了飞机的线窗 不过此时机长听到声音后 连忙跑出来阻止了小美 她以为小美定是疯了 为了防止她危害飞机安全 于是便将小美锁在了座位上 可诡异的是 此时王妃的遗体 竟然又好好的出现在了座位上 小美被吓坏了 她疯狂地向王妃道歉 想要祈求她的原谅 但王妃显然不打算放过她 随着果实不缓缓落下 王妃恐怖地鬼脸也露了出来 一声尖叫声响起 小美随之领了河饭 当飞机降落之后 机长等人便见到了诡异一幕 只见小美双手合十 前程地跪拜在了王妃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